近三年来,通过对新冠肺炎,以类甲管严格管理 我们经受住了全球先后五波疫情的冲击 成功避免了致病力相对较强的原始株 德尔塔变异株的广泛流行 极大减少了重症和死亡 也为疫苗药物的研发应用 以及医疗等资源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世界 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当前,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变化、疫苗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 我国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 防控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密切跟踪病毒特点 研判疫情形势变化 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和药物供给 加强医疗救治和防控体系建设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因素 都为我们调整新冠病毒感染的法律归类创造了条件 因此,调整为以类仪管 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 而绝不是被动的放开 从疫情形势和病毒变异情况来看 奥米克戎变异株已经成为全球流行优势毒株 虽然感染人数多 但重症率和死亡率 第一 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显示 奥米克戎变异株的致病例相比原始株 和其他关切变异如减弱 所导致的症状以发热和上呼气道症状为主 从人群免疫水平来看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得到普及 全国目前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34亿剂次 疫苗接种覆盖人群 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92%和90%以上 人民群众健康意识 健康素养进一步提升 个人防护能力逐渐提高 从防控工作基础看 通过完善分级诊疗就职体系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增色发热门诊 增加定点医院 重症病床 ICO以及相关救治设备与物资储备 医疗救治能力得到提升 逐步统筹实现新冠感染者的救治 和日常医疗服务保障 国内外特异性抗病毒药物研发取得进展 我国三显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方药 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积累了较丰富的疫情防控 和处置经验 防治能力显著提升